国足白斩西回击脱口秀演员,解散国足,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,正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调侃道,很多中国因素,包括赞助商,都在俄罗斯世界杯有所显现,这句话这么说吧,俄罗斯世界杯,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,基本上其他的都去了,所以你也能够看到这种民间人文交流的密度,白岩松调侃图就连小龙虾也杀入了世界杯。 据参考消息报道,搭载十万只湖北产小龙虾的中欧班列,近日从武汉启程,预计本月中旬抵达莫斯科,这批赶在世界杯期间,为众球迷线上的助兴美食小龙虾,包括麻辣、蒜香、十三香等不同口味,这如何不让广大中国球迷痛心呢? 华语美国脱口秀演员,这两日也是上了微博热搜榜,他在微博上建议,解散国足,随后,鲁能队员周海斌进行了反击,他表示,可以自下讨论,甚至嘲笑中国足球,但作为公众人物在这种场合和平台说这些无知的话,确实欠妥 所以请对别人的行业有起码的尊重 黄熙微博 黄熙道歉 黄熙微博对于黄熙的言论,遭到了众多国角和媒体的讽刺,将他称之为小丑,为了蹭热搜脸都不要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,黄熙也做出了妥协 知名媒体人董璐格称黄熙这热点蹭的,脸都不要了 明记赵振转发了尹鸿博的微博,中国足球的可悲之处,就在于总有人自作聪明的指手画脚 还有人为这样,得人拍手叫好,黄熙你去了美国这么多年,难道没学会对别人行业最起码的尊重吗? 如果别人说你黄熙就是个干口活的笑话你怎么看?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,黄熙的言论确实稍待欠缺思考 不过国足的发展又什么时候,可以禁得住别人的质疑呢? 公众人物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我们平头老百姓心里,何曾不是这么想的呢? 希望青年队的训练越来越好吧 不过,国足,什么时候才能踢进世界杯呢? 难道还是要亚族鞋的主席是中国人,改变抽签规则,安排一下吗? 又或者真的中国办一次世界杯才可以吗? 大家有怎么看这次世界呢?